人生多艰,所以娱乐至此,娱乐圈一直以来就是温正不断,各种飞温横飞,作为吃瓜群众,娱乐圈给我们贡献了大量话题,有些事真是看到我们脑洞大开, 在前一天深夜刚上演暧昧摸头沙,第二天,胡彦斌竟然就公开宣布决裂,前天刚有媒体爆出了一组郑爽和胡彦斌深夜会面的照片,胡彦斌对郑爽使出了摸头沙,两人十分亲密,一同走向了小区,一次复合, 话说,一开始,郑爽甩了霸道总裁张汉,转头音乐才子胡彦斌怀抱,一开始这段恋情就不被看好,毕竟胡彦斌的颜值不配啊,但是郑爽却是真真切切的爱着胡彦斌,还把他写进了自己的书郑爽的书中,胡彦斌虽然被称为花花公子,但是出道多年,绯闻其实不多,或许是隐藏得太好, 真正被他承认的恋情,也就那么一两段,但就在大家期待胡彦斌和郑爽复合的时候,今天胡彦斌在微博,新日头条等媒体上,直接发声和郑爽彻底决裂,人生最后一次见面, 这样小毒鸡肠的幼稚行为,有的网友都笑了,分来分开了这么久,两人各自安好,但可能是妈妈逼婚吧,郑爽不得不使出大绝招,跑到胡彦斌楼下站一个小时求复合,没想到,胡彦斌可能是感受到压力太大, 过了一晚之后,很,心拒绝了,而且还是觉得很干脆,想当初,胡彦斌也曾对郑爽说过,和你在一起,压力太大了,还没开始呢,就累了, 对此,网友们也是热议纷纷,郑爽这次在流量的体质,真是不得不服啊,拍艺术新闻,张汉和古彦那家,也是顺势上了热搜吧,前一秒熟悉的摸头, 扣一秒贴一个告示昭告天下,我要删除微信电话号码了,这样处理的方式,真提然敌不是个男人,不觉得最后是胡在炒作吗? 小爽,不哭,又我们陪你,本文为1.号作者原创,未经收全部的转载。